杨茂在8日正式宣布离开经纪公司 并写下 共有从前 各有未来 引起外接一阵讨论 没想到今天又有网友翻出 他在2016年5月7日的贴文 当时他在文内写着 明天是个神奇的日子 他在2014年2019年都曾发文写下 今天是5月8日 是个神奇的日子 似乎是在为某网页58同城做宣传 而恰巧该网站的口号 这刚好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不过这样的巧合 也让网友纷纷到 7年前的贴文底下留言乔慎 像说的确是个神奇的日子 还有粉丝搞笑表示 央密是预言架 2022解约的贴文 竟然能和7年前贴文呼应 也再度登上微博热搜 一举动引发外界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